好 一起來關心天氣狀況 氣象局指出從今天開始到六號左右 這個太平洋高壓會減弱 而水氣就會增多 那午後這個對流增強 會在山區來發展 擴展到平地區域 所以各位質問朋友要注意 這個劇烈天氣的發生 不過在降雨之前 各地也都會是晴朗炎熱的天氣形態 最高溫仍然可能會升到三十五 到三十六度左右 那詳細的天氣概況 我們來看稍早的氣象局說明 今天是一個晴朗悶熱 大部分地區中午以後 會有局部的五後雷震雨的天氣形態 也預估這樣天氣形態 在未來幾天會持續 原本影響我們的太平洋高壓 這片晴朗五雲的區域 今天會逐漸的減弱 我們附近的水氣增加 所以受到太陽照射 容易在山區形成五後對流雲氣 之後隨著風向往西半部的平地移動 凌晨到目前為止 在西半部的地區 還有以及在東南部地區 有一些零星的降雨現象 而這些零星的降雨在今天早上已經停止 大部分地區都有看到陽光了 看到陽光以後 我們提醒大家今天中午以後 在西半部地區和東半部山區 仍然會下午後雷震雨 尤其在中南部的地區 以及其他山區 會出現局部性的大雨 也提醒大家天氣悶熱 我們預估今天的高溫 在北部地區的高溫 大概34度左右 中南部地區的高溫33度 澎湖基本馬左和東半部地區的高溫 都在32度左右 這樣天氣形態之下 提醒大家留意高溫 以及午後震雨 至於這種配置 太平洋高壓的位置偏北邊一些些 然後南邊會有一些水氣 容易影響我們天氣形態 在未來一周會持續 所以明天週五 週末到下週之初 我們預估除了在台東 恆春半島 整天斷斷續續有一些零星短暫的降雨 但是中間還是可以看到陽光 另外在西半部地區和澎湖金門馬族地區 夜裡清晨有一些零星短暫降雨以外 如同今天一樣 所有大部分地區在早上都可以看到陽光 而且是悶熱的 中午以後 一樣在西半部地區和東半部山區 又會有午後雷震雨 也同樣預估在中南部地區 和其他山區會出現局部性的大雨 但是因為每天大氣條件的配置不一樣 水氣也不同 所以每天比較旺善的午後對流雲氣 會在哪些地方 造成瞬間的強降雨 閃電 雷擊 強震風的現象 氣象就會持續關注所有資料 再提醒大家